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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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有两个人 他不是并排座 前后前后座 那这是蓝宇湘公所给我们的提醒 那我们也就是铭记在心 因为他们在山有讲就是说 他们的祖灵也对这个非常的讲究 希望我们要遵守他们的习俗 我们都一一收到 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做的时候的细节 另外我们会邀请我们的Rider有十位 那他们是穿一般的年轻人的T-shirt 就表示有一个捕飞鱼冒险泛滥的精神 有一项自然挑战 也像我们永续经营 那另外呢 还有这边前面跟后面 各有两位我们华航的空中小姐 她穿了我们的制服跟大家制衣 那我们在12月30号有一个记者会 那31号是第一次评分 这时候都希望大家来观赏跟我们加油 对 尤其是在1月1号之前 会有一个大家可以免费观赏的这样一个 如果可以在12月31号就在1月1号之前 可以先先赌为快华航2016年的蓝羽花车的话 何乐而不为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处长特助 其实这一次呢 为什么会想要用蓝羽来做主题呢 我们每一次都跟观光局互相合作 因为我们讲我们享用的database是一样的 就是旅客跟旅游 对 那么我们也一起来开发 就是说有什么元素能够刺激 让大家喜欢到台湾 那有很多东西我们已经使用过了 那我们也觉得蓝羽比较像一块处女地比较少 还有最后要问到处长特助的就是 其实我们这一次这个花车啊 除了要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想要吸引各位到台湾去观光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是要带给美国的观众朋友 对于台湾并不太了解的 China Airlines 我们的名字虽然是China Airlines 现在我们的Hub是在台湾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经过的我们二十多年来的努力 好像大家民众也就知道说是在花车游行的时候 要等候华航的花车走过来 那这样子好像才完成了新年的心愿 而且我觉得中华航公司的花车啊 它是一个所谓的地标 这个landmark呢就像您说过的 只要走过1月1号的玫瑰花车 才算完成了1月1号的新人生目标 没错再补充一点就是说 其他的航空公司或是旅游协会 他们有参加 但是可能一年他们就离开了 那像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死忠 我们现在留在花车协会参战 从1987年开始 1987年1月1号 从来没有间断过 没有间断过 对 even很困难的 有些危机或者是SARS 我们的经营也都非常的紧张的时候 我们还是选择一直留下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人的精神 永续经营 永续经营的精神 非常代表中华航公司 今天非常谢谢出场特助 为我们做一个访问 谢谢你 谢谢 祈遇台湾 Venture to the Majestic Taiwan 中国南方航空 您的空中之家 全需要购买免税商品 大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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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的家